民眾滑手機經常可以在臉書、Line及各大網路平台看到一夜式廣告 台北市衛生局近期發現有不肖業者以假的圖片 或擅自利用醫師名義製作一夜式廣告 呼籲消費者購物前要特別留意 常見的一個一夜式廣告會有以下的其他特徵 第一個就是它的一個網址是比較拼音比較奇特的 另外呢會出現有大陸的一個用語或者是簡體字 另外呢它可能會透過一個限量或現實的一個促銷活動 特別是長期的一個就是倒數計時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另外呢它的售價可能是明顯低於市價 另外呢它可能就是只留下一個就是網路的一個聯絡的方式 沒有實體的地址或者是一個實體的一個家用電話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另外它會強調貨到付款 同時呢也會強調7天的一個現鑑賞期 讓消費者卸下它的一個新房 然後吸引消費者進行相關的一個購買 所以呢 這邊呢要呼籲消費者在購物之前呢 一定要特別的留意並免傷當 除了剛才講的醫生被打完之外 實際上在我們也接受到很多的藥廠 包括國外的藥廠大藥廠包括國內的藥廠甚至包括藥局還有網紅的藥師都曾經被冒用用在這一些一夜市的詐騙 你點一去之後就發現只有連接到一個單獨的網頁 那我們講到一夜詐騙就是它沒有其他的其他的付的網頁 你也找不到什麼購物欄啊 也找不到電話啊 也找不到什麼其他的聯絡資訊 然後就叫你填下單買東西 那這些就是幾乎幾乎90%以上甚至99%大概都是一夜市的詐騙 衛生局提醒可以在網路上販售的僅乙類成藥其餘藥品皆不得於網路販售 另外藥品如未經核准寄送到國內或超量攜帶入境 最重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幣1億以下罰金 民眾千萬要小心以免觸發 那根據藥室法的規定就是不管是製造或輸入藥品都必須跟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也就是我們的食藥署申請查驗登記 經過食藥署核准並且發於藥品的一個許可證之後 才可以製造或輸入 如果藥品沒有經過核准就會寄到國內 或者民眾在國外旅遊的時候 個人自用的方式入境超量攜帶的話 都是屬於未經許可三次輸入這個禁藥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會依照藥室法的一個規定 所以最重可處於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然後得病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金 那衛生局在去年就積查了1200多件的 這樣子的網路販售藥品的一個案件 那針對於跨大陸的藥品廣告或者是網路販售來入不明的一個藥品呢 民眾一定都要提高警覺 不要在網路上去買處方藥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一般民眾根本分不清楚 到底是雜片還是真的就進去了 所以不要在網路上貨買處方藥 包括剛才講的減肥藥、撞陽藥、安眠藥等等 為什麼 第一個 剛才講的 這些如果是一個知名的或是正規的藥廠 甚至是它只要登記在台灣的藥廠、藥商或是藥師 它都不會做這個事情 因為它一定會被擔到、會被抓到 而且影響到公司的生育 影響到個人的生育 又被罰款、又被違法 衛生局呼籲民眾對於誇大不實的藥品廣告 或網路販售來入不明的藥品要提高警覺 勞記五不原則 另外食品不具療效 切勿親信誇大不實宣稱療效的食品廣告 以免延誤就醫、影響病情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下集團